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陳秦才改成法四萬 還拔下去連個勸導的空間都沒有 議員質疑沒有足夠勸導就罰款 勢逼做小生意的業者走上絕路 因為列出當歸功效被罰的不只這家 新北市永和一家當歸鴨面線業者 乾脆拉起紅布條 印上民眾檢舉不能由此廣告牆 蓋住的牆面原先就是各種中藥材的介紹 藥膳的食品它的中藥材的部分 或者是作為調味使用 是視為食品去做管理 廣告就是不可以有不實誇張 或者是異性誤解 甚至是宣傳醫療效能的情形 儘管開罰IP不通勤禮 但畢竟食安法就是有規定 食品不能誇大或宣稱療效 衛生局強調未來會加強宣導 三選真日市的書名新北報導